我们家邻居养了一只八哥 然后我喊我媳妇 你快点的呀 就听到那八哥 快点的呀 快点的呀 这玩意我挺有意思呀 然后我就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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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玩太太进来 我来个长的 好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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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老袋进来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 不吃葡萄葡萄葡萄皮 那八哥 吃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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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六我去吃玩 好你等待 等待八哥 你会动我的炖冻豆腐 来动我的炖冻豆腐 你不会动我的炖冻豆腐 就不要乱动我的炖冻豆腐 胡炖乱炖炖花的炖冻豆腐 来 再看那八哥 你对我的炖冻豆腐 炖冻豆腐 这听见邻居啊 跟家里喊 哎呀妈呀 八哥你咋的了八哥 我炖气的 喂 喂 哎你好你好 我刚才冲花一冲错的 冲到你手机上了 你可以把我冲回来吗 哎呦 幸给你遇到的是我 感谢感谢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要是遇到别人 早就给你冲回去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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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你了解女人吗 略懂一二 那怎么才能抓住女人的心呢 对于一个想离开你的女人呢 你就是用铁链的拴 也拴不住她 那要怎么办 你得用鸡链子呀 放假 放啥假呀 只有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才会放假 像我这样的国家东梁之才 怎么能放假呢 出车 走 今天媳妇和我干仗 吵得最激烈的时候我就想 我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和女人一般见识呢 何况是自己媳妇 我当时就道歉了 媳妇也挺高兴 道完歉 她哥把刀放下了 她弟弟把铁锹放下了 她妹妹拽着我头发的手也松开了 她手里的擀面杖也扔地上了 她爸拿出手机说 棺材退了吧 看看 只要多沟通 肯低头 生活还是蛮和谐的 男人为什么要娶媳妇 我始终我就弄不明白这个事 我就个人感觉男人娶媳妇就像过节 你娶对人了 你天天你情人节 你娶错了 你天天清明节 你娶个懒的吧 你天天劳动节 你娶个有钱的 你天天过春节 你娶个花心的 你天天你光棍节 你娶个幼稚的 你天天六一儿童节 你说你娶个骗子 你天天愚人节 男人和女人是有过节的呀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天天就是在过节 我说媳妇啊 吴彦祖和马云你选哪一个 哥你真是问到灵魂深处了 你嫂子说选马云吧 放弃了吴彦祖 我说为什么呢 我也问他为什么呢 你嫂子说哎呀 像我这个岁数呢 帅不帅得无所谓了 还是钱比较实 我现在是怎么佩服网络上那些女主播 明明自己都三十多岁 四来岁了 生说自己刚二十岁在那装男 是谁给你那么大勇气 我今天四十了 我还是出男的 我都没碰过女人 你们相信不 真的 我说头实话 老梁从来都不骗大伙 你们信不信呢 信我一次吧 好吧 铁铁们 你这个小老头 说话 六十六万多 买了奔驰车 他没开出4S店 他就楼油了 钱也不给退 也不给换车 喂 是奔驰4S店吗 你那还有楼油车吗 对 就是说六十六万 一开出4S店 就楼油的那款车 你这个小老头 我们家不差油 我们家是开加热站的 对 开了五个加热站 十个有库 对 要实量 要实量 就是要那种楼油的车 特别喜欢那种车 主要是给我们那个加热站 创造点利润 说句实话 不管算命先生 说你五行缺什么 到了一定年纪 你就会发现 发现什么呀 你最缺的是钱 别说什么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最后咋的 只要穷 啥都克 H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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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